19点38分了 朋友们 元旦啊 2022年月1号啊 中国自由派最充满希望的时间是2012年左右吗 那是经济发展势头最猛的时代 也是六四以来中美关系最好的时代 新型大国关系啊 G2啊 有G7还有G2 就是叫还有人叫提出一个说法叫中美国 中国和美国中美国啊 概念啊 都是那时候提出来的 薄熙来被打倒 接班的啊 这个是著名的党内所谓开明派的儿子 就是习正勋的儿子啊 好像一切证据都指向了中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将开始 南方周末2013年的开年词啊 元旦献词啊 直接就是中国梦献证梦 中国梦献证梦 现在看来走了一条完全背道而驰 南辕北辙大踏步倒退的路啊 还有一个消息啊 说新年第一天就传来一个好消息 说这个贺卫方老师受洗了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人类的视角看 也都可以从上帝的视角看 人类的视角是低纬的视角 上帝的视角才是高纬的视角 从上帝的视角看 中国将归向神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啊 就在今天 听说啊 贺卫方受洗了 每一个知识人啊 知识分子 信主 信奉上帝 都是一个公共事件 这还有说小粉红哈 说这个利用政治庇护留在美国 然后还心系祖国 在抖音的直播里经常教中国人如何滞留美国打工赚钱 按小粉红的做法就是背叛了祖国 才拿到了美国身份 啊 关键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台湾的东森卫视 还采访了他们 政治庇护 现在符合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了吗 这个人啊 有人说是这一对夫妻啊 叫卡车夫妻 看美国 好像他们就两口子一块开车 还有个孩子啊 他们是在美国开卡车的80后夫妻 工作美国 心系中国 感谢抖音给我们这么好的展示的平台 啊 他们就利用政治庇护留在美国了啊 他们有70多万个粉丝吧 72.7万个啊 脑残还是多啊 这种人的粉丝往往特别多啊 他是骗他是在骗利用政治庇护在骗美国啊 吃美国喝美国 然后赞颂着中国啊 这就是骗 这就是骗利用政治庇护的